他以领口供被判无期徒刑 在预感自己即将面临对手的暗算的时候 他把所有秘密告诉了一个小混混陆明 并想办法让他获得缓刑 指望利用这个年轻人替自己复仇 而陆明仅记着大安人的一句话 什么都别说 欢迎收听2022年热门现代都市有声小说 领口供 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陆明回到陆家镇家里的时候 正好五点钟 没想到蒋碧云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 他看见陆明突然走进来吓了一跳 吃惊的 你不是在城里吗 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陆明没有回答 而是问道 妈 你怎么起这么早 蒋碧云说道 年纪大了睡不着 我就早点起来 给他们准备早饭 顿了一下 小声道 阿邦也回来了 等一会儿见到他的时候 可千万别拌嘴啊 这大过年的 一家人要和气点才对 陆明愣了一下 想起昨天陆邦在公司年会聚餐上 借酒闹事心里肚子气 可见蒋碧云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 心中不忍 安慰道 妈 你放心 没事我跟他办什么嘴啊 对了 明天的年夜饭 我可能不在家里吃了 蒋碧云一听 不高兴道 不是说好一起过年的吗 你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陆明在沙发上坐下来 点上一支烟 一脸疲倦地说 不是我改变主意 而是出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总不至于连年都不过了吧 陆明犹豫了一下 妈 你应该也听说过 我爷爷当年带着八个人出去闹革命的事情吧 蒋碧云一脸疑惑 这跟过年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你要带人出去闹革病啊 陆明摆摆手笑道 妈 你听我说完 那八个跟我爷爷出去的人 最后只有一个人还活着 他叫陆岩 在陆家镇的时候叫陆石头 昨天晚上啊 他在市里面一家医院去世了 并且指定我来替他操办葬礼 蒋碧云奇怪道 他去世了 自然有政府出面操办葬礼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大过年的操办葬礼 也太不吉利了吧 妈 我又不是爱多管闲事的人 要是跟我没关系 怎么会替别人瞎操心呢 事实上这个陆岩是我的二大爷 跟我爷爷是亲兄弟 你说我能袖手旁观吗 何况他留下遗嘱 让我按照陆家镇的封锁 把他葬在我家祖坟里呢 二大爷 你怎么又突然冒出一个二大爷 你家里不是已经四代单传了吗 哪来的二大爷 你少哄我 蒋碧云一脸不信地说道 陆明只好耐心地说 他跟我爷爷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都是我曾祖父的儿子 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 要不是他临死前说出来 我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二大爷 嘴里说着 心里忽然产生了一丝疑惑 心想 陆岩当时也就是指着家谱中一个名字 随嘴一说 自己就想当然地 把他当成了爷爷同父异母的兄弟 也许这只不过是陆岩临死前的一个愿望 至于他和自己爷爷是不是兄弟 只有鬼知道 谁也说不清楚 好在也没有必要计较真假 自己眼下巴不得跟他一家人套近乎呢 蒋碧云叹口气说道 哎呀 我就奇怪了 这老头什么时候不好死 偏偏挑个大过年的日子 就算你替他张罗葬礼 年夜饭难道也没时间回来吃吗 陆明说 你想想 开完追悼会都到中午了 还要把人送到梅园村 等到下葬以后 天都快黑了 再说了 陆岩可是老革命 虽然不当官了 但享受着军级待遇 到时候有不少大人物都要来参加他的葬礼 光是接待工作就够我忙活的了 蒋碧云有点失望 搞了半天 你还是没法在家里过年 陆明笑道 妈 难道你还嫌家里不够热闹 蒋冥香已经答应过来了 到时候就怕你忙不过来呢 你就别管我了 过一会儿呢 陆岩的灵鹫就要到陆家镇了 参加葬礼的人也会陆续到达 我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呢 你去把丹飞给我叫起来 我准备让他带人去做接待工作 陆明看看表 犹豫了一下 然后拿出手机 拨通了梅园村陆婉林的电话 没想到陆婉林起得还挺早 手机马上就接通了 微微惊讶地问道 阿明啊 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 陆明打断陆婉林的话说 大哥 摊上了一件大事 说起来呢 也算是好事 你应该听说过陆石头嘛 陆婉林惊讶道 哪还用说呀 不就是你爷爷的跟屁熟吗 哎 该不会 他终于想回来看看自己老家了吧 陆明说 让你猜着了 不过 他是躺在棺材里回来了 怎么 难道他死了 万林啊 搞了半天 这个陆石头 竟然跟我爷爷是同父一母的兄弟 说起来 还是我二大爷呢 陆婉林好像一头雾水 犹豫到 不会吧 王魁这老东西曾说过 这个陆石头 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陆明急往打断陆婉林 先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 反正陆石头留下遗言 让我操办他的葬礼 并且还要把他葬在我家祖坟里 葬礼就定在明天 所以呢 我要你帮我提前做些准备工作 陆婉林惊讶道 明天 明天是大连三十 干这种事 太晦气了吧 陆明说道 如果你把他当成自家人 就不晦气了 再说他都一百岁了 按照梅园村的习俗 不是老洗仓吗 有什么晦气的 我让你帮我做三件事 头一件 就是让人把我的老宅子 收拾了一尘不染 床上用品一律换成新的 陆岩的家人可能要在那住一晚上 刚好借他们驱驱鬼 另外帮我联系一个 规模最大的吹弹乐队 就像王魁死的时候那样 跟着送葬的队伍吹吹打打 对了 马上让人准备一块上好的墓碑 以及牛头马面之类的玩意儿 蜡烛香植火炮这些事情 就不用我交代了吧 那石碑上刻什么字啊 陆明犹豫了一下 稍后我把内容发到你手机上 对了 差点忘了 你找七八个人当孝子 到时候 让他们披麻带孝哭一阵 陆万林说道 哎呀 其他事情都好办 这可不好办 大过年呢 谁愿当这个孝子啊 难道他自己没儿子 哎呦 他儿子都五六十岁了 哭不出来啊 你可以去旁边村子找几个人 哭一阵 没人给一千 好歹也是梅渊村出去的老人 又是老革命 你去跟村长说说 下葬的时候 让全村人来送送 反正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陆万林不情愿地说道 哎呀 我尽力吧 不过大家 肯定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答应的 露石头 可没几个人知道 他是何方神圣啊 他混得再牛 有什么用啊 梅渊村的父老乡亲 连他家一根毛的好处 都没有沾上过 陆明有点不耐烦 哎呀 你就少发点牢骚吧 按照我说的办就行了 难道我吃饱了成的 没事折腾你吗 陆万林听陆言发火 急忙说道 好好 我这就准备 有事电话联系啊 陆明刚放下手机 就看见陈丹飞穿着睡衣 从楼上下来 显然今天是不打算出门了 说实话 没有化妆的女人 显得更加真实 也更有诱惑力 不过陆明心里有事 也顾不上欣赏女人 那副慵懒的交态 盯着他说道 我这有点急事 要请你帮个忙 陈丹飞坐在沙发上 打了一个哈欠 邪腻着陆明 一脸疑惑地问道 大圈早就这么亢奋 有什么好事啊 陆明知道 陈丹飞有偷听 别人说话的嗜好 显然 刚才已经在楼梯上 听到自己 给陆万林打电话了 于是也不隐瞒 把陆延葬礼的事情 说了一遍 最后说道 今天就辛苦你一下 公司行政办的人 和所有车辆 都有你调度 只要把那些 有来头的宾客 接待好 就算完成任务 陈丹飞似乎还没有驱走 睡眠带来的迟钝 愣了好一阵才说道 难道你不知道 今天公司行政办 只有值班的 其他人都放假了 陆明立声道 行政办的人 多半住在陆家镇 一个电话就能召回来 你让办公室主任 亲自给他们打电话 谁要是不来的话 国安年也不用来 陈丹飞见陆明 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倒也不敢惹他 陈道 不就是一个老革命吗 有必要搞得 这么兴师动众吗 陆明小声道 老革命和老革命 可不一样 有些老革命死了 不一定有人埋 可有些老革命死后 国家领导人 都要送花圈 你可别掉以轻心 今天来的可都是 军队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市委市政府的 主要领导 也有可能来 要把事情搞砸了 我可交不了拆 陈丹飞似笑非笑地 盯着陆明说 你这么下雪本的巴结他们 是不是想给自己 找个靠山啊 陆明直勾勾地盯着陈丹飞 是又怎么样 难道我还能指望 你们这些婆娘 我们这些婆娘怎么了 难道不是一个个 都在给你当马仔吗 陈丹飞撑倒 陆明哼了一声 得了便宜还卖怪 我才是你们的马仔呢 现在一个个翅膀都硬了 哪还把我放在眼里啊 等忙完这一阵 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陈丹飞忧愿地瞟了陆明一眼 陈道 你可别打击面太广啊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整天忙得要死 哪有时间管这么多闲事 陆明不确定 陈丹飞这些话 是不是在向自己表明立场 他好像是在暗示 自己和陆建伟并不是一伙的 不过他可是一个聪明人 在局势还不明朗之前 自然不会跟着陆建伟瞎跑 陆明破天荒地问道 对了 你那边的项目进展得怎么样了 过完年就开始春季招生了 第一批计划先招五百人 已经在教委被案了 对了 我打算聘请一个名誉校长 目前有三个人选 你有没有意思竞争一下 陆明急忙摆摆手 算了 我有自知之明 你呢 还是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担任这个职务吧 正说着 只听楼梯上一阵咚咚的脚步声 不一会儿 就看见韩家音跑下来 看见陆明坐在那儿 显然愣了一下 随即带着哭腔说道 哎呀 我要马上赶到市里面 刚刚接到我妈的电话 我舅舅去世了 陆明惊讶的 你舅舅 韩家音点点头说 我爸妈已经从东江市赶回来了 我马上就走 陆明奇怪的 你舅舅在W市 我舅舅是军人 在解放军206医院当副院长 怎么好好的就去世了呢 陆明呆呆地说不出话 脑子里马上浮现出那个 被陆湛林扔出窗外的 韩副院长的画面 吃惊道 你舅舅 是不是姓韩 随即意识到 自己问了一句废话 既然是舅舅 自然和他母亲韩平一个姓 于是急忙说道 你舅舅难道就是 解放军206医院的 韩副院长 韩家一愣了一下 随即惊讶道 你 你怎么知道 陆明顾不上回答 问道 你妈没说他是怎么去世的吗 我妈说舅舅得了突发性脑溢血 一下就不行了 陆明再不出声了 韩副院长明明是被人杀死的 可韩平竟然不敢承认 而且谎称得了急性脑溢血 可见他们心里有鬼 他马上通过韩副院长韩平 联系到了韩岳和孙干 再结合韩副院长给陆战林通风报信 一瞬间就明白 陆战林背后的指挥者是谁了 很显然 不管是韩岳还是孙干 都不希望张坤活着 甚至不惜雇凶杀人 可见张坤手里 掌握着足以让他们寝食南安的 秘密 只是没想到 陆剑岳的马仔 已经沦为一个 为钱杀人的职业杀手了 那你快回去吧 你自己就别开车了 我派个司机送你 陆明压根就没打算 告诉韩家音真相 因为他明白 自己即便跟他有过肉体关系 但也不可能让他怀疑父母 而相信自己的话 韩家音悠悠道 不用了 我带着司机呢 阿明 毕竟是我舅舅去世了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一趟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我的上司 陆明还没有出声 没想到 陈丹飞忽然忍不住 神经质一般一阵傻笑 笑得韩家音恼羞成怒 娇致的 你什么意思 我舅舅去世 你就这么高兴 陈丹飞双手一扔乱摇 急忙分辨他 哎呀 家音 你可别误会 我是笑他 说着 一根仙仙玉纸指指着陆明 好像还是有点忍君不禁 陆明瞪了陈丹飞一眼 正色说道 家音啊 按道理 我确实应该去尽点心意 可事情就这么不凑巧 我二大爷 昨天晚上也去世了 并且 也是在解放军206医院去世的 他的葬礼在陆家镇举行 我要负责整个葬礼的筹划 再过几个小时 参加葬礼的人就要来了 所以 确实没时间陪你回去 韩家音愣了一下 问道 你二大爷 你哪来的二大爷 陆明心里一阵烦躁 可还是不得不解释 你应该知道陆岩吧 他就是我二大爷 韩家音吃惊的 什么 你是说陆岩死了 陆明点点头 意味深长地说 昨晚解放军206医院 就像打仗一样 又是枪声又是爆炸声 老头最终没能坚持住 韩家音愣了好一阵 没有出声 最后一脸狐疑地说道 这 这怎么可能 陆岩是老革命 享受军级待遇 他的葬礼 怎么能由你来安排 陆明眼睛一瞪 怎么 难道你以为 我是在找借口 你要是不信 就待在这看好了 不管是什么待遇 死了以后狗屁都不是 韩家音愣了一会儿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说完 一路小跑上楼去了 陆明正想站起身来 忽然看见一楼书房打开了 只见陆邦 朦胧着双眼走出来 连客厅里的人都没有看清楚 就不耐烦地嚷嚷他 大清早的 超超嚷嚷的 让不让人睡觉了 自从陆老门去世之后 陆明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陆邦了 细细打量几眼 只见他光着上膀子 下面是一条四脚裤衩 脑袋上顶着一个锅盖一般的发型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个艺术家呢 陆明带着点讥讽的说道 哎呦 真是难得 阿邦什么时候回来了 陆邦揉揉眼睛 好像这才看清楚站在那里的陆明 愣了一下 随口说道 陆明 你不是跟我妹妹解除婚约了吗 怎么还赖在我家里不走啊 陆明一听 心中大怒 可还没有等他开口 蒋碧云正好从楼上下来 训致道 阿邦 你胡说什么 阿明就算不跟你妹妹结婚 也是自己家人 这是你爸爸的意思 陆邦挟着眼睛 瞟了陆明几眼 说道 哎呀 这倒是我屋里了 就算不是自家人 起码也是公司董事长啊 咱们也惹不起啊 陆明哼了一声 阿邦啊 我没想到你突然回来 说实话 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聊聊 这样吧 我这两天呢 有点重要的事情 等我忙完之后 我请你好好喝几杯 到时候我们聊聊 说实话 你不在家这些日子 妈每天都为你操心 你也不说回来看看 陆邦黑黑冷笑几声 说道 哎呦 这妈妈的 叫得好甜呢 还真把自己当成我们家儿子了 只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你想跟我谈什么 你把我爸哄得连命都没了 还想来哄我 陆明哟 别看你给了一千万 可我一点都不买你的人情 因为那些钱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用得着你来做好人 可惜啊 我家里都是一些女人 你们陆大将军的传人 也就是在女人面前有本事 可我不是女人 你的花言巧语 对我没用 陆明在烟灰杠里掐灭烟头 感觉到陈丹飞扯了一下他的衣袖 好像不希望他和陆邦发生冲突 陆明极力隐忍了一下 笑道 阿邦啊 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让你买我的人情 你把话说得太早了 因为那一千万我还没有给你呢 陆邦一听 脸上的肌肉抽出了几下 朝陆明走近几步 恶狠狠地说 我也不需要你的事实 实相的话 咱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 看在你辛苦一场的份上 多给你点 否则 你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陆明瞥了一眼 蒋碧云 同时发现 陆远已经从楼上下来 于是淡淡一笑 说道 爸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妈说了 大过年的 一家人要和和气气的 你要是对我有意见的话 过完年以后再说 不过我今天要当着你母亲和你妹妹的面提醒你 到目前为止 这个家我说了算 这倒不是因为我和阿元的婚姻 而是基于四叔对我的嘱托 看在四叔的份上我欢迎你回来 但在回来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去你父亲坟上好好忏悔一下 一个人如果为几个钱 连亲生父亲的葬礼都不参加 岂不是禽兽不如 陆邦的脸仗着通红 一双冒火的眼睛盯着陆明注视了好一阵 最后发现 陆明的眼神中 竟然流露出隐隐的杀气 忽然意识到 这个混蛋 可不是昔日寄人篱下的恶斗 而是掌握着数十亿资产的董事长 顿时心里有点胆怯 哼哼道 哼 我就知道你会拿这件事做文章 这是我家的事 跟你没关系 这时 一直站在楼梯上 关注着楼下动静的陆远说道 怎么搞的 大清早就吵吵嚷嚷的 哎 阿明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陆明早就发现陆远在那偷听了 对他一直纵容陆邦撒野心理气氛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没有出声 蒋碧云急忙说道 哎呀 他们五点钟就回来了 吓我一跳 既然都起来了 大家吃早饭吧 陆明站起身来淡淡地说 你们慢慢吃 我还有事出去了 丹妃啊 还不上去换衣服 陈丹妃只是稍稍犹豫了一下 就像是跟所有人解释似的嚷嚷的 哎呀 好不容易想睡个懒觉 可他非要让我帮他去接待那些来参加葬礼的人 嘴里虽然抱怨着 可人已经上楼去了 正好 韩家音换好了衣服从楼上下来 冲陆明说 阿明 我刚刚打了一个电话 我爸也要来陆家镇呢 我妈让我在这里等他 陆明惊讶的 你舅舅不是去世了吗 你还是回去吧 我妈说等到过完大年三十才举行葬礼呢 我干脆留下 给你帮忙算了 陆明的心思还集中在陆邦身上 倒没有多想韩家音留下来的意图 于是说道 那好 我正缺人手呢 你就给丹妃打个下手吧 陆言听得一头雾水 疑惑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 什么葬礼不葬礼的 蒋碧云感叹道 哎呀 这怎么都凑到一块了 难道老天爷要收人不成 虽然时间短任务重 可犹豫动用了公司十几个人的力量 有关陆言葬礼的事宜 在三个小时之内基本就绪 梅园村那边的陆万林 也打来电话说 已经万事俱备 陆明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公司办公室 准备向陆紫燕汇报一下葬礼的准备情况 没想到 就接到了蒋宁香打来的电话 干嘛 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你可能都想不到 陆言竟然指定我全钱操办他在葬礼 并且还要葬在梅园村我家祖坟里呢 一大早就马不停蹄的 准备工作刚刚完成 蒋宁香没等陆明说完 就惊讶地打断了他 不信实地说道 让你拳拳操办葬礼 这怎么可能 我也纳闷呢 可事实就是这样 过一会儿他的灵鹫就到陆家镇了 遗体瞻仰一天 明天举行葬礼 恐怕有不少大人物要来陆家镇呢 蒋宁香好一阵没有出声 最后谨慎地说道 阿明 陆言就见过你一次面 为什么对你如此信任 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啊 陆明愣了一下 干嘛 你不是让我想尽办法跟陆言一家人建立联系吗 怎么又疑神疑鬼了 嘴里这么说 可心里面也未免犯起了嘀咕 心想 如果让自己操办葬礼不是陆言的意思 那自然是陆子燕的意思 他这么做是出于什么意图呢 难道反而是他想跟自己套近乎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其中的用意可就值得玩味了 不过陆子燕 如果是冲着自己手里的钱来的 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逼迫自己就范 大可不必绕这么大的弯子 何况 让自己出面操办陆言的葬礼 不但对自己无害 反而是有意让自己出头露面 向外界传达自己跟他一家不同寻常的关系呢 此外凭直觉 他也觉得陆子燕不像那种搞阴谋诡计的人 不管怎么说 陆言如果真的和陆上有是亲兄弟的话 那自己就是他的亲侄子 他如果对钱感兴趣 难道自己还会小气吗 只听蒋宁香说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陆明打断蒋宁香的话笑道 干妈 当然不可能无缘无故了 告诉你吧 事实上 陆言竟然跟我爷爷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他还留下了遗嘱 让我把他的名字写进家谱呢 有这事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我外婆提起过这件事 蒋宁香惊讶的 陆明说 你外婆又不是梅渊村人 陆言跟我爷爷的这层关系很隐秘 别说你外婆了 恐怕连你外祖母也不一定知道 蒋宁香犹豫了一下 他跟你提外面那些传闻没有 没有 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 不过他好像暗示我投资一个有军方背景的传播公司 这家公司在东江市允许民间资本入股 我还正想你回来之后商量一下呢 蒋宁香又是一阵沉默 好一会儿才问道 他说到具体金额没有 没有 他是表示愿意替我引荐这方面的人 你答应了 这又不是小买卖 怎么可能轻易答应 我说要召开股东会讨论之后 才能做决定 你做得对 记住 在没有搞清楚陆子燕的意图之前 凡是牵扯到钱的事情 都要小心谨慎 至于给陆言操办葬礼这种事 你倒是可以积极高调一点 对你有好处 陆子燕还问过我现在有什么亲属 我就把你介绍给他了 你没事提我干什么 我也没别的亲戚 所以只能说你了 陆子燕一家要在陆家镇过年 到时候你们可以见上一面 你好 替我探探虚实 蒋宁香犹豫了一下 我过一会儿就要上飞机了 下午就到W市 明天一早就赶到陆家镇 再见他之前 有些情况我还需要了解一下 陆明好像忽然想起什么 急忙说道 对了 有件事情我一直百思不得气息 陆子燕说 陆言临死之前交代 让我帮他查一下 当年被他们灭门的于世人的后代 说是不消解于家后人的仇恨 他和我爷爷在梅渊村的灵魂就不得安宁 你说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蒋宁香惊讶道 难道他确定于世人还有后代 陆明说 据陆子燕说 那天晚上于世人的小儿子并没有在家 另外于世人不是还有一个当兵的哥哥吗 所以后代应该是有的 只是我去哪里找他们呢 任之将死 气焰也善 陆言有这个想法也不奇怪 我想陆子燕也不会当真 你装装样子就行了 没必要认真 陆明怯笑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跟你说了 有电话进来 十一点左右 陆子燕带着一个十几辆车组成的车队 开进了陆家镇 直接停在大将军公司前面的广场上 陆明带着陈丹飞 韩佳音等一干人 早早就等在那里 看着这支庞大的车队 忍不住心里有点紧张 他惊讶地发现 从第一辆奥迪轿车里钻出来的陆子燕 穿着一套崭新的军装 肩膀上扛着大笑的军衔 跟随他从车里钻出来的也是一名军人 年龄好像和陆子燕差不多 军衔却只是上校 不过陆明的目光 很快就被从副驾上下来的一个女人吸引住了 只见这个女人身穿黑色皮夹克 配着一条发白的紧身牛仔裤 长发披肩 一张脸几乎被那服墨镜遮住了 虽然还不能分辨美丑 可那前凸后翘的傲人身材 已经展露无遗 紧接着 陆明就有点目不暇接 随着汽车门一阵砰砰乱响 从十几辆车上钻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十号人 大部分都穿着军装 只是没有一个看着面熟的 阿明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你姑父 这是你表妹 陆子燕走到陆明身边 指着身后两个人说道 陆明虽然有点紧张 可也算得上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并没有说任何恭维的话 只是面无表情地冲陆子燕的女儿赵真阳微微点头 然后又和陆子燕的丈夫赵润东握握手 说道 欢迎你们来到陆家镇 这时 从后面走过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尽管也穿着军装 却没有军衔 显然是一名文职干部 他瞥了一眼陆明 冲陆子燕问道 燕子 他就是陆明 陆子燕点点头 冲陆明说 这是你婶婶 说着 直指女人身边 一个鬓角已经花白的军人 介绍道 这是你叔叔 陆明瞥了一眼陆炎儿子肩膀上 那颗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匠星 心里顿时肃然起静 急忙上前一步 微微鞠了一个躬 叫道 叔叔 婶婶 陆兰领 把陆明细细打量几眼 然后伸手拍拍陆明的肩膀说道 你姑母说 你很能干 好好 阿明 现在来的也不是什么客人 都是自家人 人太多 后面慢慢给你介绍吧 灵堂准备好了吧 先把遗体送到里面去吧 等一会儿客人就陆续到了 陆子燕说道 陆明还没有出生 只见后面走上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他里面是一件高岭羊绒衫 外面是一件淡蓝色的披风 瓜子脸上也戴着一副墨镜 似有点不满的称道 姑姑 怎么不介绍一下我 陆子燕回头撇了一眼女人 说道 谁让你磨磨叽叽 半天从车里面出不来 说着 冲陆明说 阿明 这是你叔叔的女儿 也就是你唐姐了 陆明微微点头 说道 原来是大姐 陆东平环顾了一下四周 又看看前面的办公大楼 说道 这就是大将军公司 这么有实力的企业 为什么要把总部设在一个小镇上呢 下了飞机还要折腾几个小时 陆子燕打断陆东平的话说道 好了 别抱怨了 这里可是你爷爷从小生活的地方 陆东平急忙冲陆明问道 哎呀 梅园村离这里还有多远 陆明心想 看来陆岩的子女 都知道梅园村这个名字 只是不明白这么多年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回来看看呢 难道陆岩心中有鬼 连子女也不准回来 啊 梅园村离镇上 还有三十多公里呢 还有这么远啊 我爷爷说那里是山区 现在通车了吗 陆东平一脸惊讶 陆明说 早就通车了 只是路况差一点 这时 陆子燕的其他亲属都围过来 七嘴八舌的在议论着什么 陆子燕说道 走吧 进去再说 灵车的门打开了 只见从车上下来四个当兵的 从里面抬出了陆岩的灵袖 陆虎早就得到了陆明的分析 关木刚刚排下车 只听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顿时 广场上烟雾腾腾 充满了刺鼻的火药味 灵堂就设在公司二楼的会议室里 陆岩的关木 在灵堂摆放好之后 陆明派了四名穿着鼻挺的保安 站在四个脚上 就像四个卫兵一般 看上去倒也像那么回事 陆子燕的亲属们都带来了花圈 不一会儿就摆满了整个灵堂 陆明站在那里 把花圈上的兽带看了一遍 倒也没看出什么名堂 于是就让人开始放哀悦 陆家的直系亲属们 也都穿上了准备好的白色校服 一时整个灵堂显得庄严肃穆 陆子燕走到陆明身边 小声说道 阿明 在军装外面穿校服不好吧 陆明说 这有什么关系啊 过去军人还穿着校服 直接上战场呢 对了 我找了一个摄影师 到时候 要不要拍点画面留个纪念 陆子燕犹豫了一下 可以拍 不过素材不准让人带出去 到时候要全部交给我 对了 你给我和你叔叔 安排一个会客的地方 陆明说 这简单 公司已经放假了 总经理 副总经理办公室都可以用 这样吧 你就用我的办公室吧 陆子燕看看聚在灵堂里的亲属 说道 这里只留下我的直系亲属 你让人先安排其他人去休息 等一会儿 另外一辆灵车就到了 你安排一下 陆明找到陈丹飞和韩佳音 给他们交代了一下 然后又来找陆虎 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 然后就带着陆兰领和陆子燕 来到自己楼上的办公室 陆兰领一进门 似乎就被办公室豪华的装修震住了 一言不发的 慢慢走到大班台跟前 然后坐在那张 好几万块钱买来的大班椅上 靠在上面轻轻晃悠了一会儿 随即站起身来说 不习惯 总觉得会掉下来 说完 走到一张沙发上坐下来 一只手刚摸口袋 陆明这里 就已经把中华烟递上来 并且替他点上了 陆子燕似乎比哥哥见多识广 倒没有过多注意办公室的豪华装修 而是冲陆明问道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陆明点点头 我让人搞了一块大理石墓碑 只是不知道上面怎么刻字啊 陆子燕看看陆兰领问道 哥 墓碑上写点什么 陆兰领犹豫了一下 也没必要搞这么花手 直接写上名字就行了 陆明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可现在的名字 还是以前的名字 陆家镇人都记得爷爷以前的名字 陆兰领和陆子燕 都一脸惊讶的样子 问道 以前的名字 难道我爷爷以前不叫陆炎吗 陆明一愣 随即意识到 陆炎有可能并没有对子女说过 自己以前的名字 毕竟陆石头这个名字 不登大雅之堂 一直后悔自己不该多嘴 我爷爷以前也不叫陆云轩 他们在参加革命之后 都改了名字 我爷爷以前叫什么 陆子燕问道 陆明犹豫道 这个 我听王奎说 他以前叫陆石头 陆子燕愣了一下 笑道 挺有意思 陆石头 陆炎 意思差不多嘛 说着 扭头冲陆兰领说 哥 我的意思 还是要把爸爸的革命生涯 刻在石碑上 可以简单一点 比如参加过哪些战役 还有抗美援朝的经历 陆兰领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摇摇头说 要不了多久 陆云轩烈士的遗骸 也要葬在那里 还是先看看 他的墓碑上刻些什么内容 如果有必要 以后还可以再补吗 也是 咱们也不能宣兵夺主 这样吧 石碑上纸刻上 先靠陆炎之墓吧 陆子燕想了一下 陆明说 那是不是在前面加上 陆大将军第二十六代传人几个字 那祖坟里那些前辈的墓碑上 有没有这些字 应该有 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楚了 我准备找人 把墓碑上的文字都榻下来 然后找个有学问的人辨识 等到明年清明的时候 把所有墓碑都重新刻一遍 既然这样 那就加上吧 陆明瞥了一眼陆兰领 见他眯着眼睛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心想 他这是装作没听见 其实巴不得呢 毕竟作为军人 陆大将军传人这个头衔 安在他头上 比戴在自己头上更有风光 何况人家现在已经是将军了 可见 王侯将相 确实和总有关系啊 陆明马上拿出手机 给陆万林发了一条短信 没想到短信刚刚发过去 陆万林就打电话过来 有点焦急的说 阿明啊 事情不太好办啊 梅园村姓陆的人 知道陆石头要葬在祖坟里的消息之后 都不愿意呢 陆明一愣 惊讶道 什么意思啊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阿明啊 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 梅园村的陆氏家族 都把那些祖坟看成是自己的根 文化大革命中 要不是大家拼死保护 早就被王奎挖掉了 所以在这件事上 他们也有发言权 陆明气愤道 有什么发言权啊 那祖坟是我家的 那片地现在也是我的 难道就没有权利决定谁葬在哪 陆万林说 你当然有权利了 可你总不能把一个外星 葬在自家祖坟里吧 陆明吃惊道 你说什么 谁是外星啊 哎呦 王良到处放风呢 他说他老子王奎早就说过 陆石头根本不姓陆 更不是你爷爷的什么兄弟 而是你爷爷当年从外乡带回来的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的儿子 姓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女人跟你爷爷有一腿 所以后来就叫他陆石头 实际上与其说陆石头是你爷爷的兄弟 还不如说是你爷爷的儿子呢 陆明呆呆地愣了一会儿 随即瞥了一眼陆兰领和陆紫燕 随即训斥道 王奎这老东西满口胡言乱语 他那张嘴说出来的话你也信啊 陆万林有点无奈 哎呀 不管这么说 陆石头来历不明 要想葬在祖坟 大家有意见 要不你亲自来一趟 跟他们解释一下 陆明恼怒的 我用得着跟他们解释 他们是不是也想说我来陆不明啊 你去找王良 让他闭嘴 再胡说八道 休怪我不客气 说完气哼哼地挂断了电话 陆紫燕盯着陆明问道 怎么 难道有什么不妥吗 陆明掩饰道 没有没有 一切都准备好了 陆紫燕显然不信 有什么事你就说 等事到临头 可就来不及了 陆明犹豫了一下 王良知道二爷爷 要葬在祖坟的消息之后 到处造谣 煽动一部分陆家子弟 反对这件事 王良 他造什么谣 陆紫燕皱着眉头问 陆明有点为难地说 王良就是王葵的儿子 据说当年王葵偷看了我爷爷 他们杀鱼世人一家的情形 当时你父亲担心 他会把这件事告诉当警察的哥哥 所以建议杀了他 后来王葵差点被我爷爷活埋 他怀疑背后出主意的是你父亲 所以就恨上了 到处造谣说你爷爷来路不明 不姓陆 他是怎么说的 我父亲怎么来路不明了 陆紫燕撇了一眼陆兰领 问道 他那些风言风语不说也罢 你不知道 王良这老东西有点神经病 跟他爹一样脑子不正常 陆紫燕坚持道 什么风言风语 说来听听 陆明被逼得没有办法 只好说 王葵曾经说过 说是我爷爷当年从外乡 带回来一个女人 你父亲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也不知道姓什么 后来就跟我爷爷姓陆 陆紫燕咬咬牙 挤出几个字 好大的胆子 没想到陆兰领倒是挺镇定 白白手说 哎 想想人的胡言乱语 也没必要跟他计较 倒是那些陆家子弟 要是反对的话 会不会影响明天的葬礼啊 陆明拍拍胸脯说道 你放心 他们也只是发发牢骚 只要我定下来的事情 谁反对也没用啊 顿了一下 好像生怕这种谣言 冲淡了自己和陆颜一家的亲戚关系 又说道 梅渊村也有和王葵岁数差不多的老人 前不久刚刚去世 他好几次跟我一起喝酒 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 可见王良没安好心 故意想离见我们之间的关系 陆子燕点点头说 虽然没必要跟他们计较 但也不能让他们信口辞皇 要不然等你爷爷的遗害牵回来之后 还不知道又会生出什么谣言呢 所以你最好找个机会警告他一下 你不是说王葵的小儿子是镇党委书记吗 你去告诉他 要是管不好自家人的嘴 这个书记干脆别当了 陆明惊讶地看了陆子燕一眼 心想这女人口气好大 不过要是真惹火了她 别说王怀平一个小小的镇党委书记 即便孙干也吃不了兜着走 姑姑你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有了陆子燕坐后盾 陆明顿时底气十足 信誓旦旦的说 从中午吃过午饭 前来调研的亲友开始多起来 直到天黑的时候 二楼的灵堂里的花圈 已经多得没地方摆了 让人奇怪的是 陆子燕和陆兰领 一直待在楼上的办公室里 有选择性地接见前来调研的来宾 灵堂那边则交给了赵润东和孙慧之 以及两个女儿应付 而哪些人能得到陆兰领兄妹的接见 好像是由赵润东和孙慧之决定的 只有他们认为来宾的身份很重要的时候 才让负责接待的人带到楼上的办公室 不过陆明感到很纳闷 一直到天黑 也没有发现什么重量级的人物前来调研 连孙干和韩岳也没有来 来的基本上都是陆家的亲朋好友 虽然有不少军人 但军衔没有超过陆兰领的 至于那些穿着便服的男男女女 没人介绍 他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何方神圣 不过从陆兰领和陆子燕的态度就可以看出 他们的官应该不会太大 也许重要的角色 明天开追悼会的时候才会露面 大人物们日理万机 不可能跑来两趟 这方面陆子燕自然私下有安排 这样一想 陆明就有点提不起进来 再说陆兰领和陆子燕接见来宾的时候 他虽然也在场 可两兄妹并没有向来宾介绍他的身份 这也让他有点失望 姑姑 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 晚饭怎么安排 陆子燕靠在沙发上 一脸疲倦的样子 想了一下说 你看看人数 然后在酒店里安排几桌吧 我家里人一桌 其他亲友应该有两桌人吧 司机和工作人员安排一桌 那我这就安排 你和叔叔是不是先去宾馆洗个澡休息一会儿 陆子燕摇摇头说 折腾了大半天 还确实有点饿了 我看还是先吃饭吧 对了 阿明 所有的开销费用你寄个账 到时候我会把钱给你 陆明急忙摆摆手 姑姑 你这是什么话呀 难道我替自己爷爷举办个葬礼 还要跟你算账 钱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 没想到陆兰岭严肃地说 那怎么行啊 葬礼的钱自然要我们兄妹自己出 让你出钱的话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 你把所有的开销都记上 到时候一分钱也不能少你的 陆明愣了一下 心想当兵的就是死脑筋 看来陆兰岭并没有像陆子燕一样 把自己当成一家人 在他眼里自己还是个外人的 看来有必要提醒他一下 于是说道 叔叔 爷爷留下遗嘱让我操办葬礼 这笔钱自然我来出 也算是尽点孝心 有什么值得笑话的 再说了 你们来到陆家镇 我总要尽点地主之仪吧 陆子燕摆摆手说 好了 这事以后再说吧 你下去看看吧 陆明来到二楼灵堂 惊讶地发现 里面只剩下四个保安 棺木已经盖上了 陆虎站在门口抽烟 于是问道 人呢 陆虎直指旁边的房间说道 都在里面休息呢 陆明走过去 打开第一个房间 只见里面男男女女 十几个人在闲聊 看看却都不认识 于是关上门 推开第二间办公室的门 只见韩佳音和两个女人 坐在沙发上 正聊得起劲 以至于都没有看见陆明 而那两个女人 正是陆兰领的老婆和女儿 陆明悄悄关上门 冲陆虎问道 陈总呢 陆虎直指最里面 那个办公室 小声说 跟一个男的在里面了 这男的色眯眯的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陆明一听 三两步就走了进去 一步敲门 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 果然看见陈丹飞和赵润东 坐在沙发上 并且靠得很近 他甚至发觉陈丹飞的脸上 似有淡淡的红韵 看见陆明进来 陈丹飞似乎输了一口气 马上站起身来说 陆总 你来得正好 先陪陪赵局长吧 我该去安排晚饭了 陆明愣了一下 昨天晚上 陆紫燕只是告诉 她丈夫在部队工作 并没有说具体职务 而今天她也没有穿军装 没法知道她的军衔 现在听陈丹飞称她为赵局长 心想 看来她已经向陈丹飞自保家门了 连职务都没有隐瞒 可见对女人够殷勤的 好在陈丹飞的神态 好像也是迫不得已 出于礼貌 在这里陪她聊天的 好 那你出去安排晚饭吧 陆明冲陈丹飞说道 一边在赵润东身边坐下 并递给她一支烟 看着陈丹飞出去之后 又没话找话的说 姑父 累坏了吧 赵润东好像和陈丹飞 聊得一犹未尽 盯着女人的背影微微愣神 听了陆明的话 才缓过神来 说道 哎呀 真有点腰酸腿疼 对了陆明啊 刚才这姑娘 是你们公司的 陆明哼了一声 心想看来老东西 确实想老牛吃嫩草 陈丹飞都是六七岁 孩子她妈了 竟然还叫姑娘 嘴里却惊讶道 怎么 她没告诉你吗 她是我们公司副总经理 今天啊 被我抓差来帮忙的 你对她还满意吧 赵润东连声道 满意满意 非常满意 呃 不知道她成家了吗 陆明笑道 怎么 难道姑父 想给她介绍对象 不瞒你说 她孩子都十几岁了 赵润东脸上 微微露出失望的神情 似自言自语道 嗯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陆明心里有点疑惑 心想 陆紫燕一看 就是那种厉害的女人 难道赵润东 还敢背着她 在外面乱搞女人 如果她胆敢起贼心 就让陆紫燕好好收拾她 赵润东可不知道 陆明心里在想什么 犹豫了一下 啊 她今天跑上跑下 也挺辛苦的 晚上 就请她一起吃饭吧 陆明笑道 那当然 我就是请她来作陪的嘛 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哼了一声 心想 晚上陆紫燕也在桌上 就不信她敢当着老婆的面 撩拨陈丹飞 赵润东见陆明这么善解人意 似乎很高兴 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阿明啊 你很能干啊 年纪轻轻 就拥有这么大的一家公司 真是将门出胡子啊 陆明谦虚地笑道 过奖了 今后还要仰仗姑父 多多支持呢 对了姑父 姑姑只告诉我 你在部队工作 不知道 在什么部队啊 然后 我 跟我 给你 过奖了 咬